那男人手和腳多處被斬傷 血流到一地都是 究竟發生什麼事呢? Channel C 立即為大家江湖速報 事發在 29 日晚 10 點多 這個姓黃的 28 歲男人 和 3 個朋友經過麗政花園一間超市對開時 突然有 6 個男人由 7 人車跳出來 用牛肉刀銅棍襲擊他 斬完人,那 6 個男人就上車走了 警方到場調查,那男人傷勢嚴重 送在威爾斯親王醫院留意 案件列造傷人 由東九龍總區反三合會調查隊跟進 究竟江湖有發生什麼事 要斬到這麼傷? 消息說這件事涉及新義安的同門內控 被斬的是將軍路新義安炸弃人 少軍的男人軍信 而這個軍信大有來頭 他父親正是新義安叔父太子 有傳斬人的是尖沙咀細B那邊 懷疑盤居尖沙咀的細B想踩入將軍路 一桶那裡的地盤 所以就派人斬到軍信禁箱 據了解,細B的頭馬諾文已經被捕 而太子作為新義安叔父 自己的兒子被斬到禁箱 他已經說明這件事沒得談 警察雖然全力調查案 但看來江湖隨時都會再起風浪 請問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